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或证据资源转型成功,不凑浪解三热度,或网友称赞 说到演艺圈的劳模和抗拒能人,那大家一定会想到赢宝,出道这么多年,一直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地演好自己的每一部戏,像之前的《花千古》、《陆珍传奇》、《后还有珊珊来了》、《知否》等等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,随口称赞的好剧 尤其是最近新播的一部网剧《谁是凶手》,更是让赵丽颖的戏路打开新的大门 在《八十五花》中,赵丽颖不断尝试新的角色,塑造一个又一个鲜活靓丽的好角色 或许和同期的《八十五花》比,比不上杨幂的资源,也比不上刘亦菲的美貌 和《卑鄙》相比也少很多的国外资源,时尚资源也比不上唐嫣 就连张雨起的综艺感,银宝也没法比 这样一对比下来,赵丽颖在《八五》后中的资源真是少之又少 但好在她有自己的定位,稳扎稳打自己所定义的路 相比之前的小清新,现在的赵丽颖是妥妥的一个大女主 而且还是不争不抢就是C位,没有任何的负面消息,也不炒作 即便的是离婚也是不传任何绯闻和不好,相互祝福 虽然已婚已育,但现在转型所调讯的角色也是获得了很好的成就 对于最近比较火的综艺节目浪解三,银宝也不打算凑热度 大家都知道,芒果台对银宝的支持是有的,但更喜欢她的热度 在之前的中餐厅等综艺节目,都极力邀请 但这次银宝是不打算凑浪解三的热度了 第一,唱跳并不是赵丽颖的强项 第二,炒作和制造热度也一贯不是她的优势 和杨幂一样,杨幂还曾说过,不会参加这样的节目 不需要翻红,孩子潮并没有唱歌的功底 看那个节目就是看姐姐们互相薅头发 对于赵丽颖或证据资源悄悄转型成功 不凑浪解三的热度,清晰认知也是获得了无数网友的拍手称赞 大家对于银宝没有出现在浪解三的名单上有什么看法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感谢您观看